我聽說香港會出現完美的風暴 主要就是講三件事 一個就是黎智英案件 一個就是香港駐美國的三個辦事 就可能會被關掉 第三個可能就是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萬一選出來的 比如說是特朗普 可能對香港也肯定有一定的影響 這個說法就是講得通的 大家都同意 我覺得黎智英 先講黎智英 黎智英其實他是在國際上非常有名氣 連德國一些政要都知道黎智英是誰 英國更加是 美國方面也是 還有黎智英本身和很多西方的政要 都是有過一段有交情 他們是朋友來的 所以黎智英被捕其實是中共一個很蠢的辦法 你抓一個這麼有名氣的人 是對中共的形象非常不利的 據我所知 它開庭的時候 很多國家 很多西方民主國家都派人去旁聽 會一直跟蹤這個案件 所以對香港 對中共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現在在醞釀的23條 又是共產黨自己打自己的腳架 它這個23條會搞什麼反間諜啊 還有會將在中國大陸被認為是非法的組織 在香港也是非法的 就是又進一步將一國兩制拆散 越來越走近一國兩制 其實是非常笨的事 因為97之後香港經濟繼續繁榮 主要就是因為一國兩制 西方國家 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覺得你香港確實是不同的制度 所以我給你香港很多優惠 不用給關稅 還有很多產品 大陸的公司不可以進口的 你可以進口 還有金融方面的那些 有很多好處 支持你香港港幣和美元掛鉤等等 是對香港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現在你出幾年前 三年前出了國安法 就已經是一種背道而馳的政策 基本上是強迫美國政府和西方政府 越來越認為香港不是一國兩制 香港是越來越像中國大陸 所以是非常笨的事 美國總統大選還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我們才知道結果如何 所以不論是我覺得其實並非特別重要 因為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兩大黨 是中國問題和香港問題 他們基本上是意見一致的 意見一致的 我覺得現在對香港最大的衝擊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不單單在輿論上認為 你現在越來越不是一國兩制 以前你答應人家是港人治港 現在你搞的什麼叫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就是親共分子 港共治港 這個是正確的名詞來的 港共治港 你要的 那人家美國人不是傻了 看得很清楚 所以有一件事大家要明白的 這個為什麼對香港是這麼危險呢 就是美國最近通過了一個叫做國防授權法 沒錯 國防授權法 這個國防授權法 是美國先在美國參議院討論了 然後通過 後來又是眾議院討論了 投票又是通過 那麼國防授權法就是要 國會授權給美國總統 美國政府 你要去做這些事 做國防的事 其中包括 在錢方面大家要注意 就是對於這個國防開支 國會不單單是同意美國國防部提出的 要花多少錢 我記得是90億美元 通常國防部是要很多錢的 當然啦 他們想富國強兵的嘛 但是通常國會就會斬一部分 你建議90億投資 他最後通過是80億 每年都幾乎是這樣的 這次是例外 他要91億國防部 但是呢 國防授權法裡面 國會將這個國防開支提高到147億美元 差不多一倍 為什麼呢 他裡面說得很明顯 其實是為了對付中共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在裡面說得很清楚 中共是一個外國敵對勢力 那對於香港人他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美國政府或者美國國會將中共定性為這個 外國敵對勢力 這個不是很奇怪 因為他第一次是兩年前這樣說的 現在是重複了 第二次 當然啦 比起三四年前是一個很嚴重 很重要的改變 但是 最可怕的是什麼呢 這次在國防授權法裡面寫著 中國大陸 包括香港與澳門 是美國的外國敵對勢力 Foreign adversary 外國敵對勢力 慘了 這樣就慘了 現在呢 兩個參議院和眾議院都通過了 是欠拜登簽了 肯定簽了 甚至已經簽了 因為他不敢不簽 你想想 共和黨 民進黨全部是大多數投票要這樣做 你總統如果不簽的話 以後就後患無窮 所以 這件事對香港是有非常大的衝擊 非常大的衝擊 香港肯定會失去越來越多的 美國對香港的優惠政策 還有呢 美國肯定 即使美國不關你 不將你香港的三個辦事處 香港駐美國的辦事處關門 一個在華盛頓 一個在華盛頓 一個在紐約 一個在九金山 即使美國不關你 它肯定會取消你以前的特權和確免權 因為美國要優待香港 所以呢 香港的辦事處 它所享受的 以前這麼多幾十年來享受的 確免權和它的特權 是等於一個國家的大使館的確免權和特權 將你一個辦事處 托到大使館的水平 非常被香港人面試 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和大陸不一樣 這個是很合理的 但是現在你搞到一國一制 我為何要做事給你優惠 我知道有些 譬如香港那些港國 還有那些托大腿 托習大腳的 或者拍他馬屁那些人 還以為我們現在怎樣東升西降 你美國不讓我們 習全民不讓 我們自己夠威 不是這麼簡單 我仍然會提醒習和其他人 鄧小平說了一句話 可能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鄧小平說了什麼?1979年 他去美國的途中 在飛機上回答李晨芝 他的美國專家問他一句話 為什麼鄧小平同志這麼重視和美國收好關係? 他說很簡單 鄧小平這個人都不是全靠的 他說跟著美國跑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跟著蘇聯跑的國家都窮了 所以現在習近平認為他很威風 因為韜光養富已經過去了 我們現在已經是很強了 可以跟美國一比高 我們在武器方面比美國更厲害 好了 但是我擔心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 仍然是遠越超過中國大陸中共 所以仍然會出現 你跟美國作對 你就慢慢會窮起來 這個是我比較肯定的一個發展 大家不要給這些民族主義充分的頭腦 要清清醒醒的 美國我不是什麼歧視 看不起中國 不是這樣 美國因為它的體制很厲害 能夠吸收全世界的精英 各方面 經濟方面的精英 政治方面 軍事方面 科技方面的精英 大多數都是向美國跑 全世界 包括我們中國人的精英 很多都是在美國 這是美國的強勢 總之大家千萬不要聽信共產黨的宣傳 所以大家要做好準備 今天就講到這裡